两个杯子烛光晚餐 上队 你手 下去点 下下下下 下去点啊 放假在办公室太无聊了吧 要不要小酌一杯 好啊 走啊 走 你怎么约你夏姐来这儿吃饭啊 不是我约的我夏姐 是夏姐约的我 好 来这儿吃饭就是为了气气李学凯 头儿 你怎么也来了 我正好加班 找你们夏姐 说个报告的事 那我赶紧吃 我吃完之后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姐 点完了 董 回来了 点完菜了 这地方为什么李学凯爱来啊 姐 你想不想听八卦 好呀 李学凯跟他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最爱来这儿吃饭 分手也是在这儿 所以啊 这里可以说是李学凯心碎的地方 这李学凯你真是一把好手 那必须的 你怎么了喝这么多水 渴了 我今天 运动量比较大 对了 报告明天什么时候给我 我明天中午肯定给你 你要是抓紧时间尽快给我 我改天还请你吃饭 真的 行啊 那我明天上去给你 行吗 没问题啊 行 来 头儿 姐 咱们工作时间不喝酒 以水代酒 干杯 先生 您的牛排 干杯 谢谢 来 我准备开始了啊 来 姐 把你杯子游泳 我得赶紧给他录一个 上队 杯子用我们俩的就够了 来 李学凯啊 你看清楚 工作时间也能搞浪漫 牛排 两个杯子烛光晚餐 上队 你手 下去点 下下下下 下去点 谢谢 看见没有 沙拉 薯条 面包 李学凯 爸 你看看这环境 眼不眼熟 似曾相识 对不对 上队已经跟女女朋友分手 是不是在这儿 太坏了 把杯子递给你 谢谢 不是 我杯子怎么就多余呢 三个太结了 两个刚好啊 快吃吧 你不是饿了吗 我是 我是饿了 你不是说李学凯 他真会找地方啊